在漫画片里 宠物是会死亡的 被大嘴雀刺穿身体的文香蛙会死去吗 原来这都是小智的计谋 被大嘴雀击中的只是一个分身 正正的文香蛙躲在分身后 将大嘴雀冻成了一个冰棍 而这一切事情的起因 都要从小这身边在这找着人脸 会说人话的小拉达说起 小拉达原本是一个名叫正辉的宝可梦评论家 他发明着宝可梦传送机发生了故障 在修理过程中发生了意外 自己把自己关在了机器内 而机器也恰好启动将他和小拉达的身体互换了 附身成小拉达的正辉 只好一个人在野外生存 而路过的小智见了他的样子 以为他是一个新品种宝可梦 打算将他收服 却被大嘴雀横插一嘴 叼起小拉达飞走了 徒留小智在身后疯狂的追赶 但在地上跑的怎么能跑过天上飞的呢 最后还是依靠皮卡丘使用电机击中大嘴雀 让他从空中跌落 小智这才追上 众所周知大嘴雀的脾气可不怎么好 操作修整了他起身逼近小智 对小智和文香蛙就使出了战斗龙卷风 高速旋转的尖嘴 直接将文香蛙给刺穿 但是这一切都是小智设计出来的战术 被刺穿的只是一个影子分身 在小霞的调教下 小智的战斗技术越发的高明了 收服大嘴雀后 小智来到海岸小屋 在一番操作后 成功将正辉从小拉达的身上分离出来 变回了人形 恢复正常的正辉 正式向小智介绍了自己 而小智也再一次的喊出了他的经典台词 我叫小智 目标是成为最强的保古墓训练家 那么本集完 我们下期再会